台電的肩膀有很多通電源 叫民意代表 叫議員 來看 電線如果翻掉 如果電視人是誰要付出 是台電要付出還是要叫國賠 民眾氣憤的說著 因為這棵樹在蘇迪勒颱風來西施 遭吹倒壓到電線 至上週六以兩週時間 台電卻迟迟不派員前來處理 台電放在四五十人以上 因為在這裡自己不會有地龍 或掛孫子 這樣危險 如果翻掉 電線如果破壞 如果流電 是不是電視人 問題都不出來做 要怎麼說過分 說的時候又很客氣 問題跟不出來做 就不行 我不是沒帶進去 我也有帶進去 但是電線如果用翻掉 危險 我也不敢去看 所以這種電線 也要叫台電來處理 位於竹山鎮 瑞竹里山平頂的這條農路 出入的人口不少 倒塌的出大樹幹 就這麼硬生生的壓在五六條電線上 可說是相當危險 議員蔡宜就在接貨陳情後 是馬上通知台電處理 想不到處理效率仍令人髮指 類似的情形在縣內不少地方都能夠看到 期許工部門能夠多加重視 否則人民若有個閃失 誰都無法負責 你像之前那些什麼山 只有大山都會 電線也是要回去 叫電視那個人 早上去散步的人 那誰要負責 一拖就拖那麼久 是不是 你也要叫一個 快點來處理 不然大家說的 你們電回去 沒有電風用的時候 你們就快點來用 那有錢要收 這還沒回去 還沒帶回去 你就是慢慢的 但看當時要帶死人 就要太煩拔了 電線若遭大樹壓斷 不僅可能危機行經民眾安全 且攸關民眾生活用電 議長和勝峰強烈呼籲主管機關 能夠加速縣內各地的電纜修繕 以保障縣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明星雄新宜 竹山採訪報導